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武当山豹府书院 我们在这里是想在这儿和我们一起同修 和一起有着自己共同喜好的朋友 在这儿一起休息 一起生活 把我们一起看一看我们的书院里面有什么 首先我们应如眼帘的是一个乌红色 带有阴阳图的一个大门 脚下踏的是蓝色的祥云 跟我们一起进到院里面看一看 古人有讲说 吉祥予以用祥云来表达 所以说我们地面上有很多的云彩 表达的是一种对吉祥美好的一种意愿 大家看顺照我们的院落里边 四周的植被特别特别的茂盛 那么从我们这个方向能看到武当山最高峰 天柱峰以及金顶 那么走进我们整个的院子 你会发现非常的宽阔 然后在我们院子的墙壁上 数有几个大字 也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叫浩然正气 希望来到这儿的朋友们 不管是内气的培养 还是外在形体的培养 都从正气正行正念开始 我们在这儿 一起啊 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 沿用着最古老的生活方式 尘中和木骨 所以来武当山 来草府书院 其实我们一起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让我们在这儿 心灵有处安放 生活变得更加的质朴 让整个的神情呢 变得更加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